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坚 在今天是2024年5月17号 星期五小周末 先在这 代表工作同仁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平平安安 在今天呢 因为整个的电台方面 整个地区现在都停电 没有办法像往常一样的正常播音 很多的节目都没有办法上传 也没办法播出了 造成我们听众朋友的不便 当然了 先要在此向大家指歉 希望朋友们多多包涵 不过呢 我们还是要把重要的 在新闻方面这个讯息带给大家 在昨天 从昨天下午到昨天入夜以后呢 在我们休斯顿地区也迎来了相当严重的大的风暴 这个大的暴风雨呢 也在我们休斯顿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毁损 那么目前呢 我们把新的这个相关的讯息 在现在的情形 我们在这儿呢 和朋友们一块的来看一下 来告诉大家 首先呢 我们看到呢 休斯顿的市长 John Whitmire就在昨天晚上说 这一场风暴最少四个人因此死亡 那么已经呢 有在现在呢 还不清楚在未来是否还会有 其他因为风暴伤亡的数字会增加 那么其中一起死亡事件 是在昨天下午六点半左右 是在Buffalo Bayo附近的一个 有一位四个孩子的妈妈 那么因为担心一棵树会倒下来 砸到她的车子 她的SUV 走到外头 想要把SUV移开 然而移开的时候呢 这棵大树就倒在她的车上 结果导致她死亡 而在昨天的这个强烈的狂风暴雨当中 许多的社区 许多的房屋被毁损 或者是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大树倒下来 被吹倒 被刮倒 然后呢 压在屋子上头 压在屋顶上面 所以造成的这个毁损呢 相当的严重 那么在昨天下午和昨天晚上 袭击我们休士顿地区的猛烈风暴 有四个人因此死亡 而市中心的高层建筑的窗户 很多的玻璃窗户 也因为狂风 尤其在Downtown 包括了Center Point 它的大楼 包括了Kindle Morgan 以前是El Paso 这个高楼 这一些在Downtown的高楼大厦 很多很多都受到了毁损 大的玻璃窗平常看起来多亮眼 多漂亮 而在昨天的风暴当中 许多这些漂亮的玻璃窗也都被吹裂 吹爆 都毁损了 造成在Downtown这些公司严重的损失 那么在这一个大概有90万的客户 在昨天断电当中 市长也在这里呢 要求就是休士顿的民众要尽量的 在今天还是留在家里边 除非必要不要出门 不要到外头来 因为呢 在外头 街道上面 或者是说在许多的社区 许多的地区 市区里边 还是满目疮痍的这一个情形 现在呢 希望就是呢 在家里边的话 最起码比较安全一点 那么停电的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呢 Centroport已经确认 在我们休士顿地区是遭遇到严重的风暴 而使得它的系统现在受到了严重的毁损 那么将近有一百万户的居民现在在断电当中啊 那么这一个电力公司呢 在声明中说 因为这样子的恶劣天气 已经使得整个的服务受到严重的打击 现在恢复的工作已经展开 工作人员在现在评估就是相关的损失 在确认就是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而现在展开的是修复的工作 那么现在呢 就是还有部分 应该是大部分的地区断电的民众 很可能断电不是就几个小时 有些地区的民众可能要经历的是好几天断电的情形 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的话 第一个呢 要提醒大家 学校在现在呢 停课 包括了HISD SAFI ISD 这一些很多的学区停课 相信朋友们 你已经在你的手机里边 接到了学区停课的消息 所以还是留在家里 就像市长Whitemeyer所说的 那么建议民众无事还是不要出门 在家里边比较安全 另外呢 就是在现在呢 在暴风之后 暴风雨之后呢 很多的房屋毁损 那么维修在接下来修复将会是一个大的课题 也会有许多许多的contractor或者是修理公司 又要开始一户一户敲门 登门拜访 推销他们的生意了 再终于要提醒大家 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一定要注意这一些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销售人员 他们背后的服务 他的良有不齐 是否有欺诈 是否可以完成他们的promise 他们给你的这些漂亮的图片 是否他们所说的都可以完成 也要注意 是否会牵涉到法律方面的问题 有一些可能会告诉你 你的基本字付额 你的deductible 你不用付了 我们帮你cover 你不用付deductible 这一个事实上是完全违法的 这是违法的 不合法的 所以千万记得不要犯法 不要让自己在不经意之间 然后触犯了不该犯的法律 好 另外呢 也要借这个机会呢 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虽然这一场风暴 我们在现在看起来已经过去了 这一场强烈的 这个破坏性的风暴 已经来了又去 但是它造成的损失广泛 而且还是前所未有的 尤其是在我们休斯顿的市中心 在610里边 在靠近 或者是说也在比较西南区的话 Sharpstown地区 都受到了严重的这个回损 所以这一次回损 对于在住家附近 如果你有大树 有不少棵大树的 我们的这个hormonus 现在要重新的审核一下 你的这一些大树并不是要剧掉 但是呢 你需要做trim 你不能够让它无限制的往上涨 你必须要做该有的修解 过大的 不适合的 或者横向的这个树枝 已经到你的屋顶上的 那么你应该要修解 过高的这一个大树也应该要修解下来 这个样子呢 万一再有这种大的风暴袭击的时候 你周遭的大树 在夏天提供你遮阴 在风暴的时候 不要造成你的损失 所以也要借这个机会再度提醒大家 那么在风暴 这一波的风暴过去 但是并不完全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风暴呢 还有接下来 在今天星期五 接下来我们还有几场 还会有几场的局部性的雷雨 会进入修士顿 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们 小心阴影 提高警觉了 温度呢 会因为受到了这个风暴系统的影响 暴风雨系统的影响 在今天我们的高温大概80度 低温在67度 明天星期六和星期天温度 接下来从明天开始就飙到92度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炎炎夏日 炎炎的高温 如此高温在受到暴雨侵袭之后产生的话 那么当然接下来就要提醒大家 前庭后院赶快做清理 因为蚊虫一定一定滋生 一定满 不是满目疮痍 而是蚊虫扑面而来 就是接下来的这样子的情形 提醒朋友们 小心 提高警觉 好的 这就是在今天 我们在星期五 在这个暴风雨之后 带给大家我们的简短的新闻 那么之后如果有更多的重要的讯息 我们会随时在我们的网页和这个脸书方面 会随时的更新 会增加 提醒朋友们 请您和德州中文台的网页和脸书 保持密切的联系 也再次祝大家都有一个平安的 一个平安的周末 我们下一次 朋友们空中再会 拜拜